大家好,我是太极康复师,肖勇 今天这期视频有点特殊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慢慢看 那么特殊在哪呢? 之前我有出过一期视频是讲解五不全的 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喜爱 但是呢,大家嫌它有点长 那么今天这期就特意做了一个 简短版的五不全教学和背面示范演练 希望能帮到更多喜爱的朋友 好,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学习 好,下面我们来学习预备 也就是抱拳启示动作 两个手迅速握拳上提 注意两个肘呢,不要夹得太紧微微打开 迅速的平摆向左侧45度角 好,大家看我做一次 动作迅速,大家背面的看我做一次 好,这个动作呢,很简单 但是呢,要体现出一个舞者的气质 打的时候略微的挺点胸 微微瘦一点腹 身体略前倾一点 这是它的动作要力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动作 搂手冲拳 好,在预备的基础之上 上左部注意不要在左侧的平面上 应该是靠后一点 靠后一点 左手在胸前成平行线向左侧搂开 然后翻转握成拳 右拳打出去的时候 右脚蹬直 变成搂手冲拳 好,大家看我做一次 预备 上步 搂手 弓腿 冲拳 注意旋弯 好,大家再看一下背面的动作 好,接下来我们看 弹腿冲拳的动作 起身 收拳 冲拳 弹腿 这是他的几个分动动作 起身 弹腿 加冲拳 弹的时候 是大腿带小腿 力打 足尖 左拳打出去 注意旋弯 手臂与肩平 好,大家再看一下背面的动作 好,接下来学习第三个动作 马步驾打 大家先来看我做一次 好,这个是我们五步拳的第二种步法了 前面出现了一个弓步 现在出现一个马步动作 大家看它的具体动作要领 第一,横跨落步 步子可以稍远一点 迅速的左脚拧转 变成下蹲 马步 左手由拳变成掌 架在自己的左上方 右拳 腰间 再腰间 旋弯打出去 与肩平 好,大家再看一次连贯的动作 落步,驱蹲,驱蹲,架打 再看一个背面动作 其实也就是正面的动作 落步,便掌 这个 好,接下来的动作 歇步,冲拳 是我们这个五步拳里面的第三种步法 大家先看一次示范 好,为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起重心 左脚往右脚,后方插步 两手都是往上走 握拳与腰间 右手迅速变掌 盖在自己的左侧 迅速下蹲 冲拳 由掌变拳 冲出去 高与肩停 变成蝎步 可以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面 好,大家正面的看一次 起身 插步 迅速的游拳变掌 往下压 驱蹲 握拳 冲拳 蝎步 冲拳 好 在接下来的动作 提膝 穿掌 大家先 看一遍示范 还是起身 迅速的转体 好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转体的时候 都是脚跟垫下来 以脚掌为主 撵动身体 转体 分解动作 一 转体 提膝 同时 两拳变掌 往自己的右鞋上方穿插出去 左手停留在胸前 好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起身 穿掌 背面看一次 好 再接下来 是 扑步 穿掌 是我们这个套路里面出现的第四种步行 驱蹲 跨步 变成 插掌 顺着自己的左脚 在脚踝这个位置 两手 成一条鞋的直线 扑步 好 背向再看一次 再接下来 第五种步行 驱步调掌 大家还是先看一次示范 好 我来讲解一下 一 起身 左脚外摆 左手上轮 右手下落 成一个对称的线 右脚向前点地 同时 左手变成勾手 右手 变成 手掌上条 右脚须点地 好 大家背面再看一次 也就是正面动作 起身 跳掌 好 接下来 是收拾动作 就比较简单了 一个按掌 收回握拳 放下就可以了 好 大家再看一次 注意收回 也是头要摆正 两手握于腰间 两手放下来 就结束了 我不全的学习 然后大家再看一次 背面的动作 好 那么五步拳 很有意思的就是 它是可以左右开弓练习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往左走 也可以往右走 动作 是相反的 动作是相同的 但是方向相反 大家看我完整的示范一次 好 前面我是打了一遍 向右侧的正面示范 下面呢 大家看我做一次 背面的动作示范 这个五步拳是可以左右来回 不间断的 行进间的练习 非常的有意思 对于提高协调性 柔韧性 以及 掌握武术的基本的一些步法和手法练习 非常有益 希望大家坚持练习 也希望我今天的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 好 谢谢你的观赏 我们下期再会